上一周苹果突然更新了M3芯片的MacBook Air 今天这期视频来聊聊他们有哪些改进 适合哪些人群购买或者升级 首先对于马农来说 一个很重要的升级就是在屏幕闭合的情况下 能够连接两台显示器 而且要注意是两台5K的显示器 那有人就会说 北家的核显都支持三块屏幕同时点亮 苹果这个点亮两块屏幕还得关内屏的操作就有点幽默 但就他们官方提供的资料来看 在三块屏幕的情况下 外屏的最大分辨率就被限制在DCI 4K 高于4K的情况下就得少接一块屏幕了 虽然说入门款Apple Silicon能接的外接屏幕数量有所下降 但是每一块屏幕的连接质量有很大的提升 这就是2020年WWDC Keynote的Sruji所说的 关于Display Engine的变化 要知道M3芯片里Display Engine的面积 就打过两颗性能核 跟整个效率核出的面积差不多大 放大后可以发现Display Engine里面有大量的S燃进体管 这些S燃进体管能够明显提升跟评显相关的性能 并且降低功耗 比如说如今Mac的核盖开盖可以几乎做到秒切换 像很多博主其实都无意间测到了这一点 但是都把重心放到数量而非质量上 如果你用过Intel时代Mac 可能就会体验到切换一次屏幕局花了6秒这种痛苦 而且像这个点亮内屏的场景 这个过程中还会造成外屏的黑屏 而这个问题仍然是Windows笔记本的常态 像我这里把显示器插上Apple Silicon Mac 用时4.5秒 然后可以发现内屏它并没有出现黑屏的情况 而插显示器点亮这个操作 在X86Mac上用时14.5秒 花了三倍多于Apple Silicon Mac的时间 像这样的时间我没有多次跑 唯一控制变量是连接同一台显示器 这里还是得说插底压是有点东西的 从解锁系统点亮然后进入系统 刚好用了一秒钟 直接把王波利看哭了 这里我也拿朋友的双屏显示器做了一下测试 右边便宜的AOC用了2.5秒 左边贵的戴尔用了3.5秒 要注意这台电脑并没有休眠 而且屏幕上的OSD pop-up也得等一秒钟消除 然后Studio Display纯点亮的时间大概要一秒钟左右 没有差跌压快 但毕竟价格只要一万块 以及X86时代独显机型外机显示器的功耗大 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不仅会发烫 而且会降低CPU性能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朋友不惜花费重金 去买搭载HBM显存的顶配机型 而M1A发布之后 很多朋友的反馈外机显示器功耗有明显降低 所以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本质上就是Display Engine的能效有的很大提升 当然X86时代的独显Mac也不是义无是处 毕竟Metal实现了显卡之间渲染上下文的切换功能 而如今的X86独显本充满了各种hack 可以说热切换输出和混合输出都不完美 都各自有问题 而苹果如今在Apple Silicon的DCP和GPU上做大量投入 一定程度上算是从双显卡的X86机型上汲取了经验和教训 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大家对MacBook Air的主要预期还是便携 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买了高配的MacBook Air 一开始对只能接一块屏幕这点有点介意 但是到后面用才发现其实这点也不是什么刚需 然后再调到M3芯片 CPU的性能提升的话 性能和提升幅度相比M2是15% 这相当于是一个正常待机提升 但问题是M3和M2的发布隔了一年半 然后MacBook Air是三寸的话 它们隔了有将近两年 可以说三大免难产确实是影响到了发布节奏 效率和这边倒是提升了30%性能 但问题是效率和性能基数比较低 所以CPU的整体性能提升也就对应大和的15% 相比三年半前发布的M1的话提升幅度大概是35% 像我从M1 Max切换到M3 Max 还是能够感受到一定的速度提升的 以及考虑到M3机型的设计相比M1有变化 同时提供了最大内存容量到了24GB 还多了15寸型号还有双外屏的连接能力 我觉得对马农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然后游戏性能方面的话 苹果给出的是无人升空的测试 相比M2提升了有32% 相比M1提升60% 然后张黑黑这边给我们demo了一下 奔铁在Mac上的适配表现 相比原来的那种侧在IPA的方法 如今的适配版终于是一个满屏运行的状态了 而且是有剑术支持的 手柄的支持的话也是很到位的 当然原神和奔铁的支持的话 还得多add一下大尾哥 这个demo说明了 如今Mac上的游戏有MetalFX的支持 哪怕像M3这样的基础款芯片 在Studio Display这样的大屏上 也能够兼顾画质清晰度还有帧率 当然游戏图形性能的负载和图像处理里面的滤镜的负载 还是有定的区别 在这个Photoshop的滤镜和特效性能测试里 M3相比M2提升了有40% 像这种能超过30%的性能提升都是感知很明显的 这里的话来顺便聊聊M3 GPU架构 就比如说在一个GPU的计算盒上面 它有两条SMID Group的线程 线程一运行了一条单精度指定 再运行一条半精度指定 运行到这里的时候 线程一可能后面的数据还没有到位 所以我就切换到线程二 接着第二条线程先运行一条半精度指定 再运行一条单精度指定 到了Apple 9架构的A17和M3的GPU 所有的ALU都有了并行执行的能力 所以调度器就能让两条线程并行执行 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升ALU的性能利用率 那个朋友会好奇 既然线程组一他们两条指定用的ALU不一样 那么他们不能够直接进行并行吗 AMD的RDNA3倒是引入一种叫做FP32双发射的设计 这个设计的效果就是可以把两条不冲突的FP32指定合并执行 但是不冲突的这个条件 其实就限制它能够发挥的空间 而苹果这种GPU的设计方法 就鼓励开发者使用不同的数据精度 以及一些复杂的数学函数 比如三角函数 可以用特定指定 要用复杂ALU执行 所以说苹果用两条SMID Group同时执行 以此来提高ALU的利用率 以及这里要产生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每一个SMID Group 他们的代码产生的指定 用到的寄存器数量是不一样的 这就要聊到苹果提出的动态缓存分配技术 那很多博主看到on-trip memory 就联想到了内存 其实刚才提到的寄存器文件 就是on-trip memory的一部分 那有计算机基础的同学 可能就会开始反驳了 说寄存器是寄存器 内存是内存 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AMD的RDNA架构 它有通用寄存器 有Wave缓存 这些寄存器和缓存都是独立的 这里就要回到刚才一张图 那我们知道以前的苹果的GPU 它的不同的SMID Group 并不会同时执行 所以在切换SMID Group的时候 也相当于在替换 register file里面寄存器的内容 但问题是 如今在同一个时刻 能够有两个SteamD Group的同时执行 也就意味着寄存器文件 要同时能够服务于两个SteamD Group 那么在理想情况下 如果两边的指定 都正好用了一半的寄存器 那他们就能够合并到一起执行 如果说两条SMID Group 他们合并使用寄存器超过了register file 能够提供的 比如说这个黄条和红条 同时占满的情况 那他们就得调整指定的顺序 那显然ALU的并行能力提升 就会带来对寄存器数量的要求 可能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增加寄存器的容量 但问题是 如今的寄存器是动态分配的 所以寄存器文件变成了寄存器缓存 还把Squire Group和Time Memory 设计成了Cache 因此在硬件设计上 把所有的缓存都打通了 苹果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大多数程序 不会把所有种类内存都给用完 但可能对其中的某一种要求特别高 特别是到如今光线追踪的时代 因此动态缓存分配 能够最大化不同任务类型的资源利用率 在尽量不增加资源的情况下提升性能 所以这就解释了 M3的显存带宽没有提升 且SLC容量不变的情况下 实行了30%的游戏性能提升 更实行了40%的图像滤镜和特效性能提升 得益硬件光坠的支持 还有通用性能提升 像Blender的三维渲染性能提升就非常离谱了 像平面插画家渲染图的这种需求 MacBook AI的性能就完全够用了 像现场请来的设计师Toto 就是以视觉设计为主 像他们的团队里 如果说涉及到电商的话 那就可能有一些涉及到3D渲染的需求 那么M3芯片带来的性能提升 对日常这样出图的效率提升 肯定是很明显的 然后苹果这边也提到了 AI图像放大的这个场景 那么用到的是Photometer 性能提升幅度在15%左右 正好对应了M3NPU的性能提升 而且熟悉苹果新闻稿的同学都知道 以前苹果特别喜欢用记忆学习 如今也换成AI了 那像Mac自带了很多功能 比如说摄像头的一些特效 试试语音转文本 还有视觉理解这些功能 都是原生的AI实现 然后CrowML框架和Metal框架 也能让第三方App用到AI功能 比如说它提到GoodNotes里面 用AI来解数学题 或者说剪辑软件里面来降低噪音 然后在Apple Store上面可以找到一些 直接电用Stable Diffusion的App 这种App就不需要自己手动部署 外部UI了 而且它们还内置了各种模型的下载 还提供了跨平台的支持 针对内存容量较小的iPhone 还提供了专门的模型 按照开发者的说法 原始模型的效果比较好 占用内存也比较低 但是比较依赖GPU 不只支持NPU 然后GPU性能比较弱的设备 可以选择Split Incent的模型 这样的话就能够同时 调用GPU和NPU 速度会快一点 如果说内存不够大的话 可以勾选减少内存占用 虽然会慢一点 但是可以保证能运行 像本地语言模型应用的话 8G内存机型跑3B的模型 基本上没什么压力 基本上不用轻后台 然后得益于统一内存的优势 哪怕你不弹出模型 模型占用内存会被自动释放掉 分给需要应用的应用 当然8G内存机器 跑7B模型就比较吃点 真的有本地跑大模型需求用户 最好选择大容量的机型 当然本地模型的目的 主要还是为了隐私 还有离线运行 更何况MacBook Air作为上网本 其实我还是更推荐 用网页的XGBT 它的回答可靠性和速度 都要比本地模型更好 而且不吃资源 最后再来聊聊选购建议 那我个人用下来 8G的机型 其实还是能够满足 像写稿一类的需求的 但问题是写稿相关需求 M3和M2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 可能也就出差的时候 连手机热点看片 AV1的硬解支持 能让播放更加稳定 或者是在同等稳定度下提升画质 相比全新软解的话能更省电 但问题是翻新的M2 比全新的M3要便宜2200 而16加512机型开价12000 那我觉得就看需求了 如果说纯粹上网写稿的话 8加256的M2的话性价比更高 16加512的M3就能更加全能 在剪视频的相关体验上 能跟M1 Pro掰手弯 至于15寸的Air的话 虽然比13寸的Air更重更贵一点 但是更大屏幕 更好的性能释放和更长续航 体验还是会好一些的 但也确实得承认 出门看到MBA15的概率 还是要比13要低很多的 毕竟发布比MBA13整整晚了一年 那我个人建议还是到线下实体 去摸一摸13和15寸的差异 看看院门又为了额外的重量和价格 去选择更大的屏幕 特别是打开应用 去看一下15寸的额外面积 对应用的窗口布局有什么影响 OK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觉得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